真的是太高兴了 我们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极寒之地雅库斯克 野外搭建了一个大型的车库 我两口是第一次破天荒的 把里面的温度烧到了 黑面过来 零上20度 真是第一次 今天晚上外面还特别的暖和 因为刚刚才下了一场大雪外面 今天晚上只有零下27度 车上的冰都融化成水去了 这温度可以哦 一直不停的在低 你看好多水啊 这个车库真的很大 长有10米 宽有5米 高也有4米 能足足的停下我们这一辆 中国蓝牌清卡箱货 4米2的 唯一的取卵设备就是这一个 大型的自制铁皮炉 柴火炉嘛 有一根7米长的烟管 一直通到棚顶 这炉子都燃红了 赶紧加点煤进去 一会儿柴火都燃完了哟 没有吧 我把灯关了 你看一下呗 哇真的耶 炉子都烧红了 看这上面都有好多冰 看来这一块还是起了作用的 这样搭下来之后 看没这里有个缝 这样给它挡着 还是不错 你来船啊 船吧 这个煤上面都是好厚的雪楼 刚刚下的 慢点哦 很滑的 出去了之后 鞋里有那个冰和雪 回来划得很 这个地板交上走着 这边呢 冰天雪地 没有水 我们每天就会把这个雪拿来化上 化上了之后洗手 这些是可以的 这里的雪还挺干净的 这边没什么工厂 它就没什么污染吧 这个雪的话 咱家黑妹真的挺能干 这一些衣服都是他每天化水 积累下来的水洗的 雨中服都洗了 这边去染 太溜了 你 现在整理洗了好休息 起床了 今天星期六 一会儿去约上大哥 一起到雅库茨克市区里面去洗个澡 自己搭建的个暖裤就是好呀 车随时随地都能打着 想啥时候出去就啥时候出去 而且叫大哥 好像那个的烟囱也冒起来的 感觉我们这个车还是有点挤 是不是这三个人 真的将就能坐下 那时候该买宽体的那种应该就好一点 这个是载体的 你们把安全带刷上 行 阿七果 再见咯 这阿七果连着我们几公里了 这都快送我们到大陆上去了 这走真乖 这狗 它一会儿就自己回去了 这我们到市区了 因为我们不认识这里的文证 刚刚我问了一下大哥 说后面那一些都是商场 卖服装的呀 卖各式各样的都有 我们车也停在这旁边 他们这边白天都不洗火 从库里面开出来 你看都一直着着火的 我们这个洗火了 应该一会儿能打得着 他们把车打到这里面都没有人的 他们这饭馆里面也是这几样菜 土豆 胡萝卜 西红柿 洋葱 就和我们在超市里面买的那个蔬菜是一样的 这里有黄瓜 这是最汤袋的 哦 汤袋的 这最最欺人的是 他们这边饭馆都不让喝酒 这喝的都是饮料 每个星期六星期天 因为他们这边太冷了嘛 都会到这种澡汤子里面来泡澡 泡了之后还可以增上了 他们好多放松的时候星期六星期天 一来就是一天在那里弄 车都停满了 我们的车停在 啊 我们的货车太大了 啊 这地上全是铁 又下雪了 下好大 这一栋房子都是泡澡了 哈哈哈 一人拿个手环 把鞋子要放在这里 衣服也可以放在这里 你穿 女士 这二楼 啊 这个字就是女士吧 对 这一个查查这个 啊 一会儿这样 这哥们会说中文 他跟我们说这个好 这个好 这个好 辣椒也有 这个好吗 啊 什么辣椒 哦 辣椒也有 哦 这边挺全的 可以可以 这洗了出来天都黑了 感觉这个天是越黑越早了 刚刚我看了一下时间 才三点来钟 这边天就基本上黑劲了 大哥说了 越到后面的话 黑的越早 好了朋友们 我们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也准备把车开回营地了 喜欢我们两个子 给我们点点赞 我们下个视频见